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通过这部电影也来聊聊母爱这个永恒的主题 这部电影剧情大概是这样子的 主人公贾玲她的母亲突然意外身亡 带着对母亲的愧疚和不舍 贾玲穿越到1981年回到自己母亲的年轻时代 希望弥补母亲年轻时的遗憾 改变母亲未来的命运 但是剧情却出乎意料 原来剧中的母亲李欢英已经抢先贾玲一步 穿越回到1981年 因为李欢英也是想让女儿快乐 然后这个电影的剧情都是关于母女两个人 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为对方送去关爱 想当年《战狼》这部电影获得了高票房 是因为它帮助中国的观众 一下子释放出了高浓度的爱国热情 那么李欢英这部电影的高票房 是因为这部电影调动起人们 因为疫情带来的浓重的压抑和思念之情 这个电影的动情之处就在于母女之爱 父母和子女的爱是双向的 父母为了子女会不惜牺牲一切 子女为了父母的快乐 也会愿意倾其所有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一个真实的事件 去年美国的影星陈冲 在社交网上分享了21岁大女儿 哈佛大学毕业的喜讯 说到陈冲的女儿呢 了解她故事的人都难免会提起 曾经被她弃养的双胞胎女孩 陈冲呢 在1998年收养了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姐妹 可是呢 随后她却神奇地怀孕了 并在同年10月生下了大女儿 当时呢 陈冲还坚定地向媒体表示 要对三个女儿呢 一视同仁 可是不久呢 却传出来陈冲啊 讲这个双胞胎子女啊 养女呢 转手给了一对纽约的夫妇 关于弃养这件事呢 陈冲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抚养 其实呢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 在美国呢 应该不存在养不起孩子的事情 何况他也算是好莱坞明星 当初能一次收养两个孩子 应该不是养不养得起的问题 而是亲不亲身的问题 中国人的骨子里啊 还是重视这个血缘关系 看来啊 他虽然入了美国籍呢 受了西方的教育 但是呢 他的骨子里啊 还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说到这里啊 我就不得不想到啊 咱们在疫情发生一年多来呢 咱们海外华人的这个尴尬的处境 如果按照中国式的思维啊 母爱就是那份 只对自己亲生孩子的爱 那些被领养的孩子 被继父继母抚养的孩子 难道就真的无法获得圆满的母爱吗 大家都看到 感觉到 或者体验到了 这疫情发生一年多来 咱们海外华人回国探亲 那真的是非常的艰难 有些留学生呢 甚至要从欧洲绕到非洲 或者从美国绕到法国瑞士 就是为了回家 我有些伤感 难道这就是因为咱们海外华人 不是祖国母亲亲生的 才会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吗 其实啊 咱们应该回顾一下 疫情刚刚开始的情况 在2019年疫情啊 最先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呢 海外华人呢 听说祖国母亲有难 席卷各国口罩等防疫抗疫的物资 通过各种途径送回国内 争作爱国的华人 一段时间呢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不要说货架 连库存的口罩都给买完了 但是呢 在中国的疫情控制住以后 在国外的疫情失控以后 不但众多海外华人 赤流国外 有家难回 而且还被祖国当成了 包藏祸心的投赌者 这个非你莫属啊 这个节目组织人图里都说了 祖国建设你不在 千里投赌你最快 这个啊 不仅仅是嘲讽 更像是侮辱 大难临头 有几个人不是 首先想到回家 尽快回到亲人的身边 回到母亲的怀抱里 与祖国患难与共 不正是党和国家 对中国人民的尊尊教诲吗 尤其是那些大小留学生 哪一个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 哪一个爸爸妈妈 不是在望眼欲穿 盼着孩子回家 但是那些制定各种政策 阻拦他们回家的人 不能说他们没有爱心 只能说他们只有 爱自己儿女的爱心 显然 这种狭隘的爱 它是讲条件的 你们有利用价值 你们就是爱国华人 他们就爱你 当你们可能伤及 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付出那份爱 因为你们就是 别人家的孩子了 再后来 从五个亿政策 到航班熔断 再到如今的48小时 双阴性检测 回中国的政策 不断的收紧 再加上南上加南的回国之路 海外华人彻底绝望 甚至不少人 因此都没有办法回去 见到那些 并未离世的家人 最后一面 这真的是有点惨无人道 有一个推特的用户写道 中国政府能这么轻易的抛弃 自己在海外的公民 美其名曰 牺牲一小部分人 成全更多的人 那下一次也可以 非常轻易的抛弃 在国内的各位 你怎么能保证 你就不是下一个被牺牲的呢 还有人如此比喻到 祖国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就是换了把锁 钥匙呢 你还买不到 由此可见呢 海外的华人呢 并不是又笨又傻 而是他们真的不愿意相信 祖国母亲 真的可以这样无情 更有人认为啊 中国这个新的政策 将更有助于国外的势力 撤反华人 同时也更让海外华人呢 在别的国家呢 被当地人看不起 那么问题来了 是不是所有的母爱 都是只爱自己亲生的孩子呢 那倒真不一定 那说到这里呢 我就不得不提呢 2016年获得奥斯卡六项提名的电影 叫熊斯 这部电影呢 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世界 有一本书叫 《漫漫回家路》 这个电影呢 由澳大利亚导演戴维斯指导 由著名的影星尼可基曼主演 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啊 叫萨鲁 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小山村 家境十分贫寒 不到五岁的这个萨鲁呢 因为跟着哥哥爬上火车去偷煤 而在火车站走失了 走丢了 最终流落到孤儿院 之后呢 被澳大利亚的养父母领养 萨鲁呢 在澳大利亚的养父母家呢 过上了非常安稳幸福的生活 但是二十年后呢 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 勾起了萨鲁 寻找母亲的旅程 并且呢 最终在印度找到了亲生的母亲 那这个电影啊 有三个高潮 我想说一说 第一个高潮呢 就是萨鲁呢 因为萌生回印度 寻找亲生母亲的想法呢 而对养母呢 感到非常抱歉 他对养母说呢 我很抱歉 你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你领养了不只是我们 也领养了我们的过去 但这个时候呢 养母才告诉萨鲁 他说 他收养两个孩子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并非无法生育 只是呢 他选择不生孩子呢 因为他说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够多了 他们夫妻多生一个两个孩子 并不会让任何事变得更美好 但是 如果领养一个在困境中的孩子 将会给他们人生一次机会 这么做 意义 非常大 那第二个高潮呢 就是在萨鲁 回到印度家乡的时候 他之所以能够轻易的找到妈妈 就是因为 萨鲁在失踪这25年里 他的妈妈一直 25年 没有更换过柱子 他要坚持守在那个家里 等待儿子回家 当这个两病斑白的妈妈 捧着萨鲁的脸 萨鲁的眼里 绽放着先喜 希望激动 那非常感人 那是一种穿透时间的大爱 第三个高潮是 萨鲁呢 找到亲生妈妈后呢 给他的养父母啊 发了一个短信 他说呢 我找到了妈妈 心中的疑惑呢 也解开了 但是 你们在我的心里 从未改变 你们还是我 最爱的爸爸妈妈 这个结尾呢 把电影推向了 最高潮 讲完这部电影啊 我很想告诉大家 一个真实的数据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从1992年 算起来呢 至今 已经有 10万 中国的孤儿 被美国家庭收养 其中85% 女孩 相当一部分比利是残疾的儿童 因为美国人呢 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的价值观 他认为 孩子是上帝给的 所以呢 才得以让中国更多 身体有缺陷的欺因 在另外一片土地上 拥有一个充满爱 充满欢乐的 完整的家 他们甘愿这么做呢 很多人并不是因为自己不能生小孩 而且呢 他们很多人在选择 在孩子长大以后呢 帮助他们的孩子 去中国寻找亲生的父母 同时呢 也教他们学会原谅 学会感恩 不让孩子的人生 留下这个遗憾 讲完上面这两个故事啊 我实在忍不住感叹 母爱啊 在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人群之间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呢 自古就不缺乏 极致的母爱和孝道的故事 爱自己的子女 不计一切代价 但是 说到底 这都是局限于血缘和互惠的爱 只能称之为小爱 我这样说 是因为生母之爱 不仅仅是人之常情 甚至也是动物界的通信 它是源于天性的本能 即便是呢 回馈养育之恩 动物界都有 中国古人就说过 叫做羊 有贵鲁之恩的说法 所以我想说呢 看完李幻英这部电影 我多多少少 有一些压抑感 甚至是某种伤感 但是看完熊师这部电影呢 我是那种无比释怀的感觉 它告诉我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我们具有超越于动物本能的灵性之光 人类的爱呢 懂得由此及彼 乃至由人 而及整个大自然 那种无穷无尽的博大的爱 这个影片熊师啊 向我们展现的是父母之爱 那是不自私 不占有 不求回报的爱 超越了地缘 血缘 乃至种族的大爱 所以我真的想说 一个国家呢 真正的强大呀 它不是经济 或者军事上的强大 而且它的国家和人民 有什么样的信仰 和什么样的普世价值观 最后呢 我想说什么呢 我们的海外华人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 有的是留学 有的是移民 有的入籍 但是呢 我们始终都是中国人 我们呢 爱我们的祖国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母亲 也爱我们这群海外的华人 不要把我们推到敌对的一方 但是呢 疫情以来呢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比如说 西方国家在疫情起源问题上 对中国的疑虑 最近的美国的亚裔 或者华裔受歧视的事件 中国政府对待华人 有用者拉 无用者推的态度 这些呢 都让我们海外华人 感到深深的忧虑和遗憾 在这里呢 我不都不提呢 我们很幸运 在海外华人中 还有像余茂春这样的人 他非常有间谍的向世界 特别像美国人民提出了 要把中国人民 中国和中共 分开来看待的 思维方式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海外华人呢 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既来之则安之 只要在待人处世上 坚持普世价值观 我们秉持了中国文化 就能够融入社会的主流意识 我们才能够将普世价值观 作为在海外生活的附身符 那么今天聊到这呢 希望给大家呢 一点点启发 然后呢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 雄狮这一部电影 你一定会有收获 那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下次咱们再见